那这些天做直播时候 总是有人让我预测大选 那对不起 我从来不做这种没有把握的预测 因为你对了也不是自己的能耐 错了挺丢面的 但是你要问我美国华人都选谁 那从我在网络上的观察总结来看 挺白头发的人更多 那当然了 这不代表他们是支持白头发 而是真的太讨厌那个黄头发了 但是从美国的华人自身的历史上来说 反而是黄头发那个团伙 对我们更有利一些 因为白头发那些人 他们为了迎合最底层的人 甚至一些非法移民 而将很多资源都向他们倾斜 那华人从经济上来说 不是最底层 有个个老是芭蕉 遇到什么事先做自我批评 所以华人利益 也在被那些最底层的人不断侵犯 虽然黄头发那个团伙也是250 但至少他们为了让上面那些人有钱赚 还是首先要考虑 维持这个社会的长远稳定的 所以也有不少华人 即使他们也不喜欢黄头发 但也要捏的鼻子 举着一个大局观的大旗 呼吁美籍的华人选黄头发 所以一句话 大家选的不是更能帮助自己的那一个 而是给自己带来伤害更小的那一个 然后再给自己带来伤害更小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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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给自己带来伤害更小的那一个